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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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回来BOKK频道 有没有觉得画质有一点点不一样 看这个对焦速度 做了一些小改变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两个二代 包二代啊 来自胡物工业的更新 我觉得不能算是完全的新品吧 应该说是两个人气款的更加完整的版本 重新再设计和升级了一下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这几天短暂使用了一下 因为我也才拿到手两三天没有太久 所以感谢大家出片 这就是新的拉菲尔和新的蜜环二代 我手里每一款包一共有三个配色 定率在这两款包上面的效果真的还不太一样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效果多一点 先从小的来开始看吧 虽然这两款包都是蛮受欢迎的款式 我觉得在他们品牌里面应该算数一数二 前几名比较热销的 但是我自己的日常经验走在街上 能赚款的几率最高的依然还是蜜环 第二个我建议应该是副作用 那么一代和二代呢 现在看起来设计语言呢 改变不算特别大 那整体容积呢提升了1.5升 就看起来好像比旧版大了一圈 那么所有经典设计语言呢 依然是有保留的 不过在细节上会有更多的提升嘛 刚刚给你们看一个叠影率 然后另外两个是这一个经典的MTBK 还有一个全新的钥匙黑 这次除了很多配色 只有我手里现在这个钥匙黑的版本 几乎是用了全X-Pack 除了这个包盖内部的内衬用的是Codura之外 其余几乎你看到的地方都是这个亮面的钥匙黑 哇这一个包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钥匙黑在这里的效果真的绝了 我是最喜欢这个配色的 其他配色的X-Pack版本呢 基本上都是顶率这个效果 就正面包括盖板 口袋 侧面 底面都是X-Pack 但是拉链顶部的这一块呢 以及这个刚刚钥匙黑一样的内衬里面 这些都是Codura 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但是它会带来一个视觉效果的改变 就是顶面如果是Codura的面料的话呢 它会看起来更加蓬松 更加软一点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板正 看钥匙黑的这个 顶面就会显得薄一点 更像是一个面 而不是一个拱起的感觉 当然这个是个人选择 没有说好或坏了 我都会忘了第一代秘环什么时候出的了 当时好像还是作为 拆大专家Mk2的副包 因为它背后有一整面的毛利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小副包 当然不只是担软加二 你可以挂在很多其他的双肩大包上面都行 一代呢是两升的容量 二代升级到3.5升 就大了一圈 当然这个非常经典的双马尾设计呢 依然是有保留着的 不过在新款上 他们也是听到了各位很多的声音 双马尾的这个朵端呢 做了一个线位的竖紧扣 这样子这个热红胶就不会跑出来了 Mkbk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固定双马尾的这个小直带 是红色的 就是戒备系列的这一个招牌配色 那么我很喜欢的第二代的改动 除了说是它这一个视觉语言的设计之外呢 就是它这个背负系统 之前这个细的肩带背负系统呢 讲真我觉得不算特别舒服好背的 这个扣子挂在这个吊点上放来放去 这一个直扣呢 虽然说作为调节来讲很灵活 但是它有点太赞的地方 并且我不知道为什么细肩带 这种快速抽拉快速释放感觉没有那么流畅 有点难拉总是会卡住 这次换了38毫米的这个宽的肩带 它的吊点可以支持你正背和侧背 两侧各有正位和侧位 两个一共四个吊点 你可以按你自己的习惯去选 就可以适应更多不同人群的不同背负习惯 很多不同的角度 它这个快速的重力释放肩带呢 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肩带加长 并且它会显得薄了一点 这个扣子好拉很多 非常轻松就可以拉住 扯出来末端还有这一个固定扣 可以把这个挂环扣在上面 这样子带就不会乱甩了 非常简洁干净利落 上面这里依然可以粘贴它们的士气脏 这里有个小毛面拉手 然后这个扣子还是可以快开的 捏一下就打开了 又轻又薄 我觉得这一代的肩带改动加分不少 我很喜欢 当然如果你喜欢旧肩带的话 它依然是支持更换 背后依然是有好几行的moly 跟一代差别不算太大 它没有那么密了 但是整体的挂载效果 不会改变太多 如果你想把它当副包 或者是挂一些别的东西 那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脑洞和需求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就是之前这个前仓 开口之后呢 这里两侧有一个小的独立的口袋 不过这两口袋真的很小 虽然它侧面有做一点点折叠的厚度 但是其实能装的东西不多 也就一包紙所怕紙 而且扣上来之后 由于它这一个盖板呢 斜角斜得有点过早了 往中间收的窄 侧面这个位置很容易露出来 里面装的东西 第二代这个改变好了很多 首先它直直下来 基本上到这个带口的位置才开始收窄 口袋里面的东西没那么容易泄露出来的 打开之后呢 确实整个前仓容器也大了不少 并且它这次侧面还多了一片毛面 可以用来帮你装一些快取的拉手 像这个样子 要快取什么东西 比如说钥匙啊 或者工具啊 直接扯就可以出来了 说一下 这次他们有做一些小赠品 这个没有卖啊 他们只有赠送 是一个拆快地的小的折叠刀 虽然说它叫刀啊 但其实它是没有开刃的 它就是一个切割的非常薄的鞋面 然后除了鞋面之外呢 整身都是黑色的摩擦质感 虽然说它没开刃 但还是有点锋利的 大家要小心 我拍摄的时候呢 示范的时候就刮伤了 没问题不大 外面看完 我们看一下里面 这次依然还是双头拉链的主舱 打开之后呢 之前一面纯网面 一面纯毛面来讲 这次的内衬 当然也是换成了 新系统下的灰色格纹内衬 非常舒服 很有质感 前舱有两个弹力直插带 这一侧靠身体的位置呢 是一片毛面 上面是个拉链开口 里面当然也是灰色内衬啦 毛面这边 如果你需要装一些内模块系统化 也不是不行 但我觉得 这么窄的空间呢 其实我个人就没有习惯说装太多了 因为我也不是主打它是工具包定位 它就是个休闲小包 我觉得夏天休闲小包 还轻量化一点比较好 当然是我自己的习惯了 如果你真的要重装使用也没有问题 现在正在拍摄这一套 一击一镜 就是微单加2470 我整个塞进去之后 我可以再装一个染色灯 还可以放一个折叠散 底部还可以再捆点东西 前面还能放一些你需要的私人物品 我觉得这个容器呢还是挺夸张的 虽然它只有3.5升 不然喂 大家还记得前阵子说的正缝双肩包 他们当时不是出了一个新版的挂板吗 刚好就可以放上来用 OK 那么看完了它的内部外部设计 不知道你对它这个整体二代的升级 收纳方面或者说是外观设计方面 感觉或者说评分怎么样呢 那看完了静置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上升的状态 大概就这个效果 在我身上显得不算特别大的一个包 但是我觉得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存在感的分量 可能是由于它的面料的关系 他们这一次面料的组合 包括配色这种拼接 我觉得还都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好奇于我身上的一些单品的话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帽子是Niger Cabern的一顶鱼服帽 身上的衬衣就是这一件 来自新时装备这一季新款 它是一个熊猫花纹的夏季的小衬衣 料子很舒服又挺透气的 并且做工做得非常漂亮 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身上穿他们家单品都小好 其实里面那件T也是他们这一季的单品 那么搭配这件T就用的是MTBK那个包了 我觉得米骰花纹配上它背后大的图案 挺像得益长的 并且它所有图案其实都是三面反光的 那么来到裤子也是这一季的 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 他们之前出过一季剑道裤是长裤 或者说九分裤稍微点掉脚 这一个短裤可以说是那条裤子的改短版本 当然面料什么都完全不一样 这条裤子面料非常漂移非常薄 版型非常肥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效果大概就这样子 我觉得它是挺舒服很好穿 尤其是你夏天很怕热 只能穿短裤的这种人群的话 这条裤子真的可以试一下 那么鞋子其实就是老朋友 SS Pro 纯白版本 三个颜色上身大概就这样子 顺带给大家贴贴看 如果是女生背的话大概什么效果 一代二代大小和比例大概就这个样子 觉得二代应该是各种身材的人群 都比较能够驾驭得到的 但除非你是真的趋势强身那样的话 可能背这个不太合适 会显得过于小气了 但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包 只要你颜色选的对的话 不会有太拘谨的感觉 整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依然是一个非常街头的小包 两款包都不能算是完全的新品 都等于说是一个迭代的二代版本 所以说也不会花太多口水跟大家介绍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拉菲尔 拉菲尔的第二代 我觉得改动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这款包当时推出的时候 其实就挺受欢迎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不过当年可能由于品牌力也好 或者说是工艺制造的流程整个流水线 整个设计标准 包括它们的材料匹配等等 各方面的原因都没有把它做得更加完善 那么现在等于说也是一个 更接近于完美的拉菲尔 首先还是看一下拉菲尔一代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它当时是作为一个可以当做斜跨包 可以当做腰包 甚至可以当做歇虎座摄影包的 副包来使用的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包 不过它整体呢 其实现在看来 尤其是对比二代来讲 单薄了好多 整个包几乎就没有什么甜棉的缓虫 包底就是薄薄的一片 然后侧面也是 尤其是比较老人的部分 就是它这一个侧边给你装 HMS系统的织带呢做得太软太薄了 虽然当时说是一体织成的效果 但是其实还不如真的缝两条 包底织带上去会更加好用一些 但这一代也改观了 背后当时呢 透气网装这里留了两个口 是给你当腹包的时候 把多余的剪带收回去的 虽然我从来没有什么用过 不过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包其实我也算是 比较常用的一个包了 用到这个XPAC面料都已经起皱了 不过还是很耐用的 没有丝毫的损坏 只是有点旧而已 包本身还是很不错 我们看一下二代 这次拿个新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暗影绿怎么样 我觉得很漂亮 这次这整个包 很多部分都填棉 填得非常厚实 包容量也比上一代升级 来到了8升啊 能装的东西更多了 那么关于它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呢 我觉得就不用做太多测试了 第一代拉菲尔的影片 其实我也有测试过 它期间装载能力 第二代这个只会多不会少 造型其实它是很经典的 依然是这种 有点缩形菱形的感觉 其实就是多了更多的一些颜色选择 它定位也改善了 就不像之前的拉菲尔 会有一个兼职做腰包 或者说双肩包副包 这样一个定位 它现在就是一个专职的斜跨尾包 非常的专业 整个高度会比一代稍微加高了一些 那么容量也是大在这里了 宽度厚度什么的改变不算太大 整个模拟工艺呢 更换成了这个激光切割的版本 漂亮很多 这个盖板是可以收回去的 收回去的话 前面就是一个纯毛面 你可以贴想要的四季章 反正这一次版本的四季章呢 延续了一代的设计 但是会略有不同 正面的模拟换了激光切割 侧面这边终于做回了一个 打枣的加强模拟质带 就不是一体成型的了 这一次你怎么挂HMS都不怕的变形 这次整个改动最大的部分 应该就是肩带 或者说叫背负系统了 之前的肩带呢 在侧面直接是固定死的 不能动的 但如果你不喜欢用这个肩带呢 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把它收回后面 这一个透气网格的内部 然后转用HMS挂在侧面 但是由于HMS这个质带过于软的关系 反而我还是用原装质带用的更多 二代就把这个必并完全改掉了 那么这个HMS呢 也是出厂的一个质带的 我觉得是蛮良心的 它两侧默认都是装在顶部的 侧面压缩带呢 它的位置正好跟HMS共用一质带 扣缓扣在这里 当然如果你觉得它有点碍事 你可以把它往里面移一个啊 然后这一次的肩带 38毫米没有改变 扣死多了胡福工业的logo 那么这一次比较好的就是说 它有一个自带的魔术贴 多余支带收紧 这样一个效果 不用担心多余支带甩来甩去了 整个视觉效果看起来 会更加干净利索 并且这个侧面的HMS掉点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不同的背负习惯 可以选择把其中一侧改到侧面来 就像这样子 我这边是一个在顶一个在侧 我觉得这样背起来呢 更贴合更舒服一些 主要是看自己的使用习惯 并且它也依然支持 可以装三点背负 就可以不用 但是它有配合一个垫间就可以了 还是挺方便的 这整个背负系统的调整 就灵活方便了很多 兼容性也更广泛了 那么来到背后 这一个背板 是我这次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的 我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看到顶部有拉链 我觉得嗯 不错嘛 这样多了一个收纳舱 拉开之后发现好像没这么简单 它不只是个收纳舱 它是一个透气网格的口袋 但是里面是纯毛面 这次给了我几样东西 一开始我还没看明白是什么 我一开始有一次放笔的 sidegear出品的笔套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叫做ultravent的模块 非常的软 这一个官方叫做四项透气垫 里面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多垫几个 在这一个透气网格内部的 毛里毛面里面 贴进去之后呢 空气不就流通起来吗 因为它把它撑起来了 这样子贴身背负的时候 舒适度提升的更高了 并且这里面装点东西也不影响了 你可以当做是一个又能立体透气 又能收纳的口袋 我觉得是一个灵活又有实用性的选择 这个设计我还挺喜欢的 特别这一次呢 就像我前面说的 整个包体的背部 有一个非常厚的EVA填充棉 底部也填充了很厚的一层棉 你要把相机直接塞进去 不加任何的包裹都没有问题 内部的改变其实不算特别大 贴身这一面呢 是一面直插带 大开口 你可以填内模块 反面也是一面纯毛面 但开口呢就是一个拉链 然后给你预装了橙色的拉环 比较醒目 里面还是灰色内秤 就没有了很简单 具体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内模块呢 当然一到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并且大家可以加装之前SideGear出的那一款 相机或者说叫内部的分割版 也是毛面的那一根 据官方数据说 拉斐尔的内秤里面 这一格支持到最大是11寸的iPad Pro 我自己没有iPad Pro 我只有一个mini 所以我放进去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这一次再说一下一个小细节 侧面这个位置 看起来好像只是给HMS去预装的 这一个包体末端的位置呢 其实里面的容积也是相当可观的 我的手可以完全伸进去 一些零碎物品收纳进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并且这边呢 还是有这一个给你提供了 低自环形的搭链借力点 当然你要用它来挂一些钥匙挂 或者说是一些装饰也没问题 当装饰也蛮好的 然后这是钥匙黑的配色 前面我当然是挂了经典的折叠覆包 这样子整个拉斐尔的感觉又回来了 这次比较好的一点是 前面纯毛面的情况下呢 里面的分隔 还是给了两个弹力开口的直插带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有些EDC快取的东西要装呢 你可以把它放进直插带里面 再把拉手贴到外面 这样子在里面也不会乱晃 你的小物件和大物件 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区隔 依然是双头拉链 那么这大概就是一代和二代 一些主要的区别 其他的话其实设计语言啊 风格啊或者说是上升效果 差别不是很大 那么上升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我上升的效果呢 其实都比较忠于它出厂的时候 这一个状态 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专职鞋跨的 这样一个定位的鞋跨包来讲 它整个出厂的原装效果 背负起来已经非常好看 如果你觉得不够贴合的话 其中一色HMS背带的定点 你可以把它改到侧面去 这样子会更加贴合一些 拉菲尔上升的这个服装 给讲给大家介绍一下 上升那件灰色T 是来自日本一个叫做MokT GR7的 老牌的一个制造厂 可以这样说 它好像1887年就成立了 然后就一直在做 关于棉纺织制造厂的 这些原料提供 当然他们自己有做一些T 其中我上升这件灰色 应该说他们最主打 或者说最招牌的配色 据说 And Hollywood 也是拿他们这一款灰色的沙线 来去制作的 不知道眼尖的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衣服里面有一些绿色的部分 其实这整件衣服 它是有一些荧光绿的沙线 穿插在这一整件衣服的布料里面 如果你在太阳底下 走到一个闭光的环境 你可以隐隐约约的发现 这些绿色小的一些星星点点 是在发夜光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提 裤子是来自Mwonder 好像是今年春夏季的一条新款短裤 吊子非常非常薄 穿了好像没穿一样 但是它整体结实程度又还挺够 一开始上升我会觉得版型很普通 就是直筒短裤没什么特别 然后其实穿着穿着还发现挺实用的 每一口它都有拉链 然后裤头也有这一个 一般户外裤子都会有的这种勾环竖紧 整体的上升效果是轻盈 然后又透气又不闷 装彩能力也挺够的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鞋子就前阵子去杨硕玩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双舒淇鞋 SALOMON和GRAMSI联名的那双Texonic OK啦 那么这三个颜色大概上升效果就这样子 其实反而在LAVAIL上面 我最喜欢的配色依然还是纯黑色 那么新增的蝶影绿或者说暗夜绿 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个效果 反而我觉得暗夜绿会比较适合 LAVAIL二代这一个整体的设计感和造型 蝶影绿感觉有点诚实的来又不够战术 整个感觉可能会太斯文了 当然如果你的使用场景会更加偏向于 学习办公写字楼什么的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侧面装窄的小包我就大概示意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发现 暗夜绿底下这个支带 我把它跟LAVAIL一代这一个黑色 给它互相替换了一下 因为它们两个之前黑色LAVAIL用的是军绿色的支带 而这个暗夜绿的用的是黑色支带 换过来之后我觉得更和谐更好看了 OK那么由于时间比较匆忙的关系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么如果你对这两款包的二代 还有些什么想法或者说你觉得 还可以再改进一些再升级一些地方 欢迎你评论一下 我觉得品牌呢也会希望看到更多用户的一些 使用需求和反馈 那么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呢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击订阅了 我是ROG我们在这里吧 ed by bwd6